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小狗也是这样 两人继续每天清理尸体 德尔自己都没有发觉 他已经习惯了格雷斯的存在 格雷斯找到了一个没有被打扫过的房子 德尔拒绝让格雷斯打扫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就是他的家 里面的尸体也都是他的家人 在埋尸体的时候 德尔第一次没有立马离开 而是静静的看了好一会儿 天色暗了 格雷斯在车上突然亲了德尔一下 第二天 德尔被说话声吵醒 他拿着枪走到楼下 既然是格雷斯的父母来了 德尔立马就觉得自己被格雷斯欺骗了 因为他曾经说过自己的家人都死了 格雷斯的父母说 在那个周二下午有一部分人倾存了下来 这些人结成了联盟 在西海岸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们想要德尔一起加入联盟 但德尔拒绝了 他不能原谅格雷斯的欺骗 父母带着格雷斯离开了小镇 德尔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 他总是想起格雷斯 格雷斯是个热情的女孩 每次处理尸体的时候 他总会记住尸体的身份和名次 终于 德尔决定去找格雷斯 看了好久的车之后 德尔到达了西海岸 他很久没有看见这样璀璨的灯光了 来到格雷斯家里 只见格雷斯躺在床上 身上连着很多管子 德尔为他拆掉了管子 这时格雷斯的父母发现了德尔 父亲解释道 这些管子是用来消除格雷斯痛苦的情绪的 突然格雷斯一枪打死了父亲 天亮了 德尔带着格雷斯离开了西海岸 看着这里生机勃勃的人们 两人并不觉得羡慕 反而还有一丝惦恶 其实格雷斯真正的父母早就在那一天去世了 而他名义上的父母则是幸存者联盟给他安排的 这里的人们努力望去过去重新开始 这样虚假的快乐反而是最孤独的 德尔虽然独来独往 但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一个人才是最不孤独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